歡迎大家這個南庄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地方 然後你們去的話這張板子去年還留著 那我們今年打算再重新再辦一次 不是重新再繼續辦一次 那邊有一個送 那其實前面這兩個開放永續農耕共比 還有農夫聯力也是個共比 那其實這兩件事情都是在做農業相關的事情 那真的需要有一些人把資訊共比出來 把資料開放出來 Primal Culture大家應該聽過 那如果沒有聽過也沒有關係 其實很簡單它就是永續農耕的意思 只是在台灣大家都聽成是埔門 以至於他原來意思他不曉得 那目前我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說 這埔門永續設計大部分的資料 它是一個非常棒的設計Mathology 但是在台灣就是因為第一線的農民 還有或是第一線的生態工作者 環境工作者都沒有辦法有時間 有足夠錢去廠商這個課 所以我想第一步我們是想把這個埔門的資訊 做一版線上的開放式的課程 那我目前不管是用Wiki用什麼做 還非常的初步 但是希望大家這邊如果可以給我意見的話 就是可以給我一些建議 那第二個關於農夫年曆的話 這是一個種植曆 也就是說我們目前台灣的 因為氣候變遷還有很多的因素 那所以現在種植的那個什麼時間 種什麼東西 然後什麼東西跟什麼東西 種在一起才會更好 產量更高 這些在台灣的資料非常的少 而且過去農民地可以參考的價值 已經不是那麼高 所以我們想要透過這一次的 我們想要在每一個節氣發生的時候 就召劇一次 像那個小劇 像Wiki那個小劇 然後大家就當場共筆 然後那個節氣 我們該種什麼東西 該怎麼種 就當場把它寫下來 然後回去大家一起做 所以大概是這兩次 你女兒的四次 當然是小小劇 小小劇 那其他兩個我這個就 到時候再講 上面這兩個是希望大家來幫忙 後面兩個希望 歡迎大家來參加童花鬆 在今年的四月 四月三十就可以來 然後五月一號 四月三十我們會舉辦一個 算是繞莊的活動 然後讓你們在那邊 有可以看看童花 然後五月一號才正式的來 有一個童花鬆 謝謝大家